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分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原本的这一条通道 它的旁边是没有围封锁线的 不过现在这一条通道等于是 如果说疑似病例的话我们就走这边 而且可以看到这一个封锁线 现在是全部都已经围起来了 那么这个防疫的演练未求逼针的关系 也让很多的防疫人员 其实是先提醒大家进出医疗院所 都要记得戴口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转角 这一个这个采光罩的部分 其实就是当年SARS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特别所规划出来的这一个隔离的通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疑似的患者来到了高一 并且出现类似症状的时候 接下来步骤 就是来到这一间 其实是需要由院方从里头才能够按密码 开关进出的这个负压隔离病房的这个问诊室 为的就是要来进行这个减伤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空间里面看到医护人员的话呢 那么一定都是要穿上隔离装的 那么可以看到哦 其实这一套的这个防疫演练的过程呢 全部呢有一些细节 其实是比照当年的SARS疫情爆发的时候办理 只是现在呢 在这个武汉肺炎第一时间 已经出现了台湾的确诊病例 而且呢 要提醒民众趁着这个疫情扩大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高一先进行了防疫演练 为的就是要提醒大家 对于疫情爆发千万不能大意 以上是我们现在早上最新情形 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